各位友友们 虚迷终于是来了呀 今天一定会抽提纳里的小伙伴 来弹幕里抠个1 咱们XP党都是一家人 可谓是家人合必天下无敌 那其他由于要不要抽的小伙伴呢 没关系 今天来看我抽就可以了 我攒了几个版本的原石 再外加一点点的抽能力 今天不用说 原神第一位五星草屑 我必须拿下 那在看视频之前 老规矩 祝点赞的小伙伴 钟离不歪 点赞还给两个源源硬币的小伙伴 十连双簧 我看两位今天纸抽提纳里 纸歪提纳里的啊 不是 为大家拖飞入欧 保驾护航 那为了不耽误后续体验 我上线第一件事情 当然要先共鸣一下草神像啦 你们说对吧 只要不失去你的崇高 整个世界都会向你敞开 来看看爷爷获得了什么新能力 一技能 造成草元素伤害 大招创造一个草莲灯 啊不是 草灯莲啊 你还有啊 你怎么不说是宝莲灯呢 草莲灯 草灯莲 草灯莲 持续造成草元素伤害 然后和其他元素接触 会发生一次转变 天赋1 大招期间场上角色提高精通 最多提高到60精通 天赋2 旅行者对精通提高伤害 那看来在虚弥 这个精通是非常重要啊 我们知道元素精通 和这个元素伤害挂钩 包括提纳里的专武 也是加暴击加元素伤害的 所以有专武和没专武的提纳里 绝对完全是两种类型的角色 所以今天抽完提纳里 我准备再充一个武器池 那在3.0过后啊 提纳里是必进到常驻池的 一个是因为常驻池也缺个草戏 二呢 是因为米哈游肯定要让大部分玩家 体验到草戏角色的新反应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米哈游已经发公告了 但是啊 我不认为进了常驻池就相当于被削了的意思 咱们得换个思路来想 UP池的小保底 歪的角色都是常驻池里的 对吧 那提纳里进了常驻池 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歪满面 不用充钱充满面啦 只要我活得足够久 玩原神 玩的时间足够长 白嫖五星满面不是梦啊 哎你看看 你们看看 如果现在提纳里就在常驻池里了 对于我这个常年吃大保底的人来说 哎 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有可能拥有一个提纳里了 啊 所以今天这个UP池 大家听我的 只需要零命就够了 那我事先已经研究过了 他的一命呢 是加15%暴击 二命提高一技能的草元素伤害 三命提高大招等级 四命提高队伍角色的精通 最高可以提高到120精通 五命提高一技能等级 六命减少二段蓄力时间 同时提高伤害 因为我是准备打元素反应队的 不拿他当主C使用 所以这么听下来 好像就只有一命和四命比较有用啊 是不是 来了 哎 有没有吃大保底啊 啊 有看视频的小伙伴能帮我算一下吗 啊 那废话不多说啊 咱们继续抽这个专务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 有没有小伙伴和我一样 觉得米哈游最近几个池子的专务啊 那有一种越来越专的感觉了啊 有没有 啊 有这种感觉的弹幕里抠个1 今天这把猎人之剑啊 加的是暴击和元素伤害 哎 你说公子能用吗 好像也能 替那里吃肉 公子喝汤 那绒干能用吗 哎 好像也可以 但都不太合适啊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把武器精通换伤害 你给甘雨用 你不如下个版本 直接给甘雨抽专舞呢 行 今天就是歪到姥姥家了是吧 啊 看来米哈游啊 是不是也看了我上一期蒙德成歪了的视频啊 别潜水了 赶紧出来给我点赞评论吧 啊 但是呢 嗯 大家肯定没想到 钟离的这把专务 哦 还没满金啊 哈哈 就差一个了 你感谢 嘿 唠叨就是赚到 哎 这下钟离算是圆满了 加速给我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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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还好还好 定轨没歪 来来来 给小题换上 那最后说一下 迪娜里的配对和固有天赋 3.0版本双草共鸣加精通 还有迪娜里蓄力射箭以后 加武士精通 所以迪娜里和克莱组队 再带两个其他元素角色 可以是水雷火的任意角色就行了 我的队伍你们懂的 前几天的星海 那可不是白练的 再来一个八重试试 听说他加强了 诶是真的吗 最后一个天赋 迪娜里的美点精通 能提高大招和重击的伤害 那剩一物 肯定就是新出的副本 但是我还没说 不知道哪个套装效果好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 收藏 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